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老爷 您这是 我从今路走 老爷 爸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四优 快点 快 第一事发去找毛泽东 认知哥 我这边是126本 加上你的呢 一共421本 421本 这些书留在手里肯定是个祸害 明天再加把劲把书发出去 好 先收了吧 走 快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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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是我 四优 认知 不好了 出事了 快收起 走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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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针 我出去你一下 一针 让一下 让一下 让 让开 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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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点快点 一路往左一路往右 看我们的车门 赶快包围 你们还当时干什么 还不赶快包围 快点啊 快啊 报告警长 乘防疫全职地救 提供完毕 知道了 张长长 久仰久仰 咱们得赶快包围啊 围起来 撑 提供命令 第一路右边包围 第二路左边包围 七三路右边包围 运智哥 不好了 当兵把需要包围了 后门呢 也一样我们被围住了都出不去了 那可怎么办呀 把书藏起来 当兵的对医师犯不了解 藏起这些书应该没问题 藏 快 那也得赶快 刘俊卿他们随时都会冲进来 等一下 你说是谁 刘俊卿 对 除了成方营 还有刘俊卿带的针机队 这混蛋 都放下 别藏了 为什么 你藏得过外人 你藏不过家贼 医师还有什么地方他刘俊卿不知道 反正藏了也是白藏 何必连累了全校同学 那这可怎么办呢 来 把书往我床上堆 堆不了的塞床下 集中起来 润汁哥 润汁 润汁 记住 这事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跟你们任何人没有关系 润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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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这样啊 万一你要是被抓起来 大不了就是个死 你们赶紧走 这里的事我来对付 润汁 不行 松手 润汁 润汁哥 润汁 走啊 杨老师 把这些 都搬到我的办公室去 老师 还愣着干什么 快搬哪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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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货都是我惹出来的 我惹的话我自己扛着 我不能连累您呢 是啊老师 我们不能连累您 你们怎么就不听话呢 我是你们的老师 在我的眼里 你们都是我的儿女 做父亲的 能看着自己的儿女 白白的牺牲吗 那难道做儿女的 就可以眼看着父亲 替自己去牺牲吗 这事是我惹出来的 天塌下来 您就让我这个高鸽子 来顶着吧 润汁 润汁大哥 这回的天 让我这个矮个字来顶 行不行 张院长 你这么走来走去 要走到什么时候 我们得赶紧动手啊 我可告诉你 我就是这所学校出来的 里面校园大得很 如果再不动手 他们把证据一藏 要搜可就难了 搜查母校这种事 刘队长还是自己来吧 怎么 张营长想对大帅的军令 抗命不遵吗 不敢 我城防营接到的命令是 协同针巨队办差 即使协同 当然应该以针巨队为主 至于这校门以外的 包围和警戒 我们城防营 还是会协同的吗 好 这可是你说的 张营长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如果这校门外漏了口子 你可得担着 兄弟们 跟我走 建青 走 姐姐啊 好 那边去两个 快去 干什么 怎么走路的 眼睛长到屁股下了 袁老师 混杂东西 别挡到 上哪儿上 都给我摘 你居然敢动手打我 我要向贵国政府抗议 抗议你们无辜殴打一名德国公民 你 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 对不起对不起 我没看见 我是没果敲敏娜 你们妨碍我的自由 赶快让开 刘俊卿 这是怎么回事 我 我是封大帅之命 来搜查逆书的 搜查 搜谁 搜老夫吗 是搜我袁某的身 还是搜我袁某的包 刘俊卿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这些老师 都当成窝藏逆书的犯人 连老师都不认了 你还有没有一点人伦刚长 给我滚开 队长一帮穷乔书的 您何必害怕他们 谁说我害怕 我怕谁了 这门外不是有城防营吗 出了门就是他们的事了 还愣着干什么 跟我到启事去 是 走 走 走 陆柜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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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您的东西 冰冷 谢谢 这是什么书啊 教材 是教材 这人不识字 还真是麻烦 这么好的教材 我这个大老粗 居然连个书名都不认识 营长 您不是识字的吗 我识不识字 我自己还不清楚吗 是 先生 以后要教书 教学生 就要教这样的好书 可千万别教什么反书 逆书 好 我说各位先生们 就别站在这儿 妨碍我们执行公务了 大家都请便吧 长沙城防营长张子忠 十年二十岁 抗战爆发后 率部浴血奋战 取得了台儿庄大姐 1940年五月 在早一战役中 壮烈牺牲 被国民政府追授为 陆军一级上将 前无驴 有好事者传载已入 智泽无用 智之山下 虎见之庞然大悟也 老蔡 你说怪不怪 这世上总有些要本事没的本事 只晓得张牙舞爪 吓唬人的笨驴子 你说可笑不可笑 对啊 所以说 小人得志便猖狂嘛 对啊 你们听说过一所预言里农夫以蛇的故事吗 没听过 你听过吗 没有 说来听听 说的是啊 有个农夫看到一条冻江的毒蛇 然后就 大发慈悲 用自己的体温 来温暖这条蛇 那怎么得了啊 毒蛇是专门咬人的东西 对它 就不能客气 否则 这些蛇心肠的东西 就会反咬一口 大帅 前线急报 护国军城前部 已攻转湘西 逼近常德府 广东将军龙继光 江西将军李纯 山东将军晋云鹏 浙江将军朱锐 长江巡任使张勋 五位将军通电全国 反对帝制 日本国公使宣布 日本国不再支持红线皇帝实行帝制 传军从即日起 向全国通电 反对帝制 敦促红线皇帝退位 我军防线已被谭言凯步击溃 谭部人马 正禁逼了一样 通电全国 湖南部政事 督办湖南军务将军汤湘明宣布 反对帝制 支持护国 声讨逆贼袁世凯 大帅 快 快去 是 大帅 卑职在第一师范 未能搜查到逆书 估计是毛泽东他们 把书给藏起来了 卑职建议 马上把他们抓起来 严加审问 一定能找到逆书下落 滚 大帅 卑职的意思是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 是 是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迫宣布取消帝制 恢复民国 仅仅83天的红线皇帝梦就此宣告破灭 随着复辟的失败 袁世凯的新副干将汤湘明也随之垮台 仓皇逃离湖南 快 快 第一失败 你们笑什么 陶伯伯当时就是这个样子 比我喘得还厉害呢 这回总算是有惊无险 顿知 你这条命多亏了陶翁啊 还有我这伶俐的小师妹呢 是吧 开会 其实我也是冒险才想了这么个点子 现在想起来心里还后怕呢 你说万一那个刘俊卿 他真的没脸没皮的 连我爸他们也敢搜 麻烦可就大了 没想到那么恶毒的人 居然也有害怕的时候 一点都不奇怪 这世上从来就是邪不压正 对了 听说刘俊卿被抓进监狱了 那还用说呀 汤念余倒了 现在那也跟过汤湘明的眉被抓呀 全抓起来了 这叫什么 这就叫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兔子尾巴他以为他尝得了 对 倒了一个抓一批 又倒一个再抓一批 渊渊相报何事了 这怎么能叫渊渊相报呢 像这种人抓一个少一个 活该 对 对 对 就是 任之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暴力了 我也相信过非暴力 可是有的时候 你不暴力还就不行 是 就对 来 尝尝 这什么茶呀 味道这么怪 这不是茶 是南美进口的咖啡 我平时最爱喝的 我还没给你加糖呢 原来是有点苦 我 我能不能喝杯白水 行 我给你倒 还是喝不惯咖啡吧 给 说说口 好点了吗 好多了 要不 我先回去了 来都来了 再坐会儿吗 不了 不了 我本来就是来感谢陶伯伯的 既然他不在家 你帮我转达一下谢意也是一样的 不用那么客气吧 谢还是要谢的嘛 那我就不打扰了 小姐 慢走啊 润志 我就不送啊 对了 四优 这次的事情啊 我也要谢谢你 兄弟们拆电杂生意 我也拦不住啊 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六哥呀 万事啊 求您多担待 多帮忙 我倒是想帮 可我算你赵家什么人呢 这个 你们家不是有刘队长撑腰吗 找他去啊 这话不能这么说呀 以前的事啊 都是一阵阵孩子糊涂 你说他要是真跟了那个刘俊卿 这会儿受罪的还不是自己啊 现在好了 他总算是明白过来了 还是跟着六哥好啊 赵老板 到底跟着谁好 你说了也不算 对对对 一真 一真呢 你倒是说句话呀 你心里弄明白 咱们今后的活路 可都攥在六哥手里呢 这门亲事 这门亲事 我答应你了 刘俊卿 女儿来探监 俊卿 女儿来探监 俊卿 俊卿 是我呀 我是一真 你来干什么 你回去吧 我不是探监余孽 我支持民国呀 小废话 快走 我不是探监余孽 快走 我支持民国呀 走 快点 走 我冤枉 我冤极 我 我今天来 是想告诉你 我 义真 我完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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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真该听你的 真该听你的 我要死了 这就是报应 不 俊卿 你不要这么说 你能明白就好 你哪个明白就好 只要你静好呢 这里天天在杀人 天天在杀人 杀汤党余孽 拖出去就是一枪 君君 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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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应了你很多事 我答应过要去你家提琴 我答应过要去你家提琴 一个幸福的将来 可是一切 我做不到了 对不起 我对不起你 君君 你走吧 君君 就当从来没有认识过我 就当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刘俊杰 不 你 你别再来了 别再来了 就当我死了 我 没有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对了 这些书和向辉我也用不上了 如果你们需要的话 就送给你们吧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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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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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